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辛苦了 师妹 那我们也该回山上啊 师兄 你贵为掌门 为何还要亲自下山招募弟子 唉 上次江湖大战 我们民门有幸获胜 但也元气大山 听说很多年轻人都推出民门了 正是 那与魔教挂钩的拦草派不知好歹 自从战败以后不断散播谣言回我民门声誉 妈的智障智草 年轻人胡乱听信 对民门失望而离开 如今只好我亲自下山招兵买马 收一个是一个 姐说辛苦了 这次招的一样 全部编在侧义吗 当然 不让他们正式入门 而是以忠利之资 载卖声援民门 想必能让更多在观望的百姓加入我们 好阴险啊 嘿嘿 为了抗衡魔教 这也是不得已的 走吧 回山上了 功德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啊 师叔好 回城路上师妹硬是要买小吃 师兄 你又赖皮 明明是你想吃的 好啊 你们俩呢 莫要在众人面前打闹 这次招募弟子 成果如何 还不错 很多学生一听到心事这么多 便不分青红皂白加入了 你还真不会说话 不错不错 等等 也去跟你师姐问好吧 师叔 这里禁烟 呆罚就罚 无聊问题 这混账老头 我总是现在归为民门掌门 但其实背地里许多弟子还是听从师叔命令行事 师叔人面极广 从江湖人到衙门都得卖他一个面子 谣传他那不成才的儿子曾收到西方的毒物包裹 最后竟然无视脱身 我若是要完全掌握民门 甚至一统江湖 这老头绝对是最大的阻碍之一 现在只能慢慢培养实力 多设计的部门 让我的派系成员上位 看是你命长 还是我功德先除掉你 师兄 怎么了 待在那边不说话 不是还要去找师姐吗 没事没事 再想事情而已 唉 师叔干嘛还要叫我去问好啊 是啊 毕竟你们俩还发生过那事情嘛 那可恶的婆娘 之前派出许多赛博军兵 在相遇间到处散布我的谣言 我公开嫌他停止对我的攻击 结果呢 我一样失去了那次的争夺账门资格 事后他竟然还假惺惺地表示 跟我站在同一边 会全力支持我 师兄别气了 那赛博军兵如今可不也为你效力 便带来许多帮助吗 这 这这样回事 我 我是善意的使用 是 是 是 唉 不说了 我去找那臭活鸟啊 师兄 加油 师姐 我回来了 啊 功德小师弟 辛苦了 来喝杯咖啡吧 刚泡好的 谢谢师姐 真香 马的臭表 整天咸咸泡咖啡 也不想想我这么累是谁害的 小师弟似乎有话想说 哼 哼 没 没有的事 师姐知道 你可能还在记合我俩以前的恩怨 但那已是过脸云烟 可不可以不要再生师姐的气了 师姐 我一直没放在心上的 臭婆娘 我总有一天要抱这个头 谢谢你 小师弟 快喝吧 眼下本门也无瑕内斗啊 赤草派那黄葱竟是一直针对我们到处对百姓造谣 妈的智障聚草 本门在我智障期间被拦叫 赤草派连番攻击 难为你替我善后了 师姐严重了 我们身正不怕隐子邪 只要民门走在正道 谣言总会不攻自破 是没错 但黄葱武功高强 人松外号口笑瘦 内功身后且足智多谋 善意似是而非之语 操弄人心 哎 如今越来越多 自称智草的年轻人 天性谣言 自以为觉醒了什么 到处跟着男教 还有智草派攻击我们 妈的智障智草 先不聊了 师姐 谢谢你的咖啡 师弟 不是刚回来 又有事要忙 看 你以为我想 现任留了一对时 叫我亲 抱歉 师姐 最近忙着要成立三个委员会 又要成立新单位 哪比得上师姐你掌门师多呢 怎么又停电了 师弟你在哪 我好怕呀 师姐莫慌 这不是停电 一定是又有畜生跑进发电厂房找乱 哦 那你快去处理吧 最近小动物也太多了吧 交给我吧 小师弟啊 小师弟 看来你对这掌门工作已经越来越上手了 我留给你的赛博军兵以及侧义 希望你能接涉他 享受他 爱上他 真想看到你掌握权力之后 慢慢腐败的那一天 你那曾经坚毅正直的心灵 会以为掌权后有去到什么地步呢 啊 也想到这 我便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师弟 你能带给我多大的愉悦呢 可恶 果然在师姐面前还是多少有些紧张 这么久以来 他总是跑在我前面 我手机求的 我所渴望的 每次都一个不胜的 被他拿走 但这次不一样啊 我要活用他留给我的权力 人脉去夺回我失去的东西 蓝教 制草派 甚至是师叔师姐 一个个都别想胆敢阻扰 在我面前 我功德 要成为新江湖的神 师兄 脑子终于不清楚了吗 呃 师妹 你在啊 你 你没听到什么吧 从你中二半的自愿自艺 开始就听了 哎 你可别到处乱讲啊 就算你是我最疼的小师妹 也不能胡言乱语 放心吧 师兄 在你疼神的路上 一定有我小萧美陪你 你 得 随便你吧 走吧 师兄 不是要去找那破坏电厂的小动物吗 根本没什么小动物 啊 没 没事 我们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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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